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是例类的规矩 你就是被砍头 被五马分尸 你也可以 你有什么话可以留下来 给你几分钟时间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们浙江的新黑革命自治 邱敬被杀的时候 自先问他有什么要求 邱敬说三个要求 第一 杀之前不要拨我的衣裳 可以 同意你 第二 想 我在杀的时候头不要挂在成本上 不要消瘦 不要把头挂起来 死了就买掉了 可以 同意你 第三项 我写封信跟朋友家人告别 自先说不同意 因为这个要费时间啊 谁知道那封信写多少时间啊 是不是啊 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邱敬也不坚持 从容就义 那么姬中善临死的时候 问他有什么要求呢 他说让我弹一个琴 弹一次去 说琴弹子 你把我的琴拿来 我要弹一次广临善 在行场上弹广临善 弹完 我估计弹一次去这么几分钟就可以了 却总曰 元孝里尚请许此善 无禁故不语 广临善从此决矣 广临善大概是一首非常美妙的一首琴弦 有个袁孝尼曾经想跟季康提出来 你能不能把这首曲子交给我 那个时候季康感到很后悔啊 我当时很小气啊 我没有教他 只有我到家所有 但是我现在交业来不及了 我现在语尽广临善从此就失传了 泰学生三千人上书 请以为斯不许 我给大家讲过了吗 季康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 古其是公开信 散发到处都市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 是不是 他把司马昭狠狠地讽刺了一番 司马昭生气要把他杀掉 关起来之后呢 这个泰学生三千人上书 希望不要杀季康 季康这个人学问很好 希望能够到我们泰学里来教教书 季康也同意的 但是司马昭不同意 杀季康这个事情影响很大 但最后呢 是文王也寻会 就是司马昭过了不久晚也后悔了 这个后悔是有道理的 一个名流嘛 一个手无寸去 你杀他干什么呢 对不对啊 季康面对死亡表现出来难得的镇定啊 这种明示的哑量显示了他非凡的气度 《施作新语》这部书呢 是今天我们研究 关于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 其中关于魏晋明示的种种活动 如清坦 如品题 如种种性格 特征 比方说西夜 人淡 煎熬 种种人生的追求 以及种种的嗜好 都有生动的描写 中关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代 几代诗人的群像 通过这些人物的群像 我们可以近日了解 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貌 风尚 像曹操我刚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另外《施作新语》里 和《三国志的诸解》里面 都讲到了曹操非常喜欢音乐 曹操喜欢音乐啊 曹操所以我们今天说 曹操不但是政治家 军事家 魔力家 他还是文学家和音乐家 是不是 政治家 我们可以体现出来曹操的气魄 他从一个宦官的后队 最后能够发展为统一中国的北方 了不起 他想统一南方 最后遭到了刘备和孙权的合力的主党 最后力量达不到 那没办法 但是他的雄心壮志可嘉 军事家 他从白首起家 最后能够统一中国的北方 打败了袁绍 打败了袁朔 打败了吕布 是不是 把北方能够统一也是很不容易的 军事上 尤其打败袁绍 袁绍的兵力都强大 文学家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二十一首丝钩留下来就很好 曹操写的文章也很好 《让线自明本自令》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曹操自己写的 《让线》 《汉仙帝》要封给他几个线 他不要 他信当中文章当中提到了 假如现在有人劝我退位 我不可退位啊 我退位自取其惑 假如没有曹操天下 不知道几人成帝 几人成王 我们今天找他这篇文章 我们感觉到曹操是一个 能够讲出自己心里话的人 这些话要符合 当时的实际情况 曹操这三国演义里 把它写成奸诚 舞台上把它写成奸诚 实际上曹操自己 却是没有陈帝的眼神 有陈帝心思的 我讲的是刘备 是不是啊 他两个儿子 一个刘峰 一个刘产 风扇 一个刘扇 一个刘峰 风扇两个字 就是皇帝做的事情啊 刘备想的才是 但《三国演义》里面 这个文学家陛下的曹操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曹操 要结合三国字 结合其他书类类类类类 曹操还是个情形中人 他喜欢音乐 《四座心语》里 好几处写到曹操喜欢音乐 只要与歌女在自己身边的话 他晚上听音乐 唱卡拉OK 他可以唱得很久 也蛮有意思的 是不是啊 还有曹操音乐方面 他特别喜欢听那种A乐 B的音乐 他喜欢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在我们的电视剧 《三国演义》的电视剧里面 也有反应 《四座心语》里 《四座心语》里 讲到了很多的四座 四座 四座呢 比方太原王氏 王昌 王真 王胜 王旭 王坦子 王公 还有司马寺 所以司马懿 后来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啊 司马懿是北方的四座 他势力很强大 曹操自有位的时候 曾经好几次想把司马懿干掉 这个人留下来以后 他说年纪大 司马懿那个时候年轻啊 有人说司马懿这个人 像狼一样的 走路上 为什么 他人能够站在前面 整个头可以转180度看后面 狼能够这样子 我们人做不到 居住说三国三国演义里写的 这些都是活龙活性 这种啊 反正是无所谓 我们谈谈笑话儿子 你像司马懿的儿子 司马思 司马昭 司马忧 都谈 司座心语都有他们的故事 孙浩 提到孙权的后代 狼牙王氏 讲到了 王烟王岛 王敦 王熙之 王仙之 王辉之 王迅 王岛 王敦 王敦 都是狼牙王氏 隆康 丸氏 讲到丸温 讲到唯丸玄 这都是我们历史上很有名的 丸冲 讲英众文 英浩 正群 英氏 谢氏 我们大家知道 谢安 我们以后还要讲 谢灵韵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成群谢氏 谢灵韵 谁要是 就生在我们浙江 长大在我们浙江 所以现在我们浙江省 以前都说是正群的谢氏 现在我们比较客观了 浙江省编了个 一百个人的名人的传记 把谢灵韵放进去 不管你走进哪里 你生在我们浙江 一辈子都在我们 基本上都是我们浙江人 我们要把你收进去 这个观点是对的 发展的眼光去看 余量 余量 余兵余夜都提到 所以这个四周啊 往往是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 四周星宇的艺术特色 四周星宇这部书的艺术特色 鲁迅先生做了很好的一种归纳 他说 既沿着悬缘冷峻 既沿着高检贵旗 鲁迅你不要看看他 鲁迅的评点几句话 有时候就能够讲到要点上面去 是吧 他评《死记》 《死记》 他的文学成就是《无韵之力》 评他《死学成就》 《死家之觉草》 十个字点出了《死记》这部书的历史译 不容易啊 鲁迅先生真的是 我们是中国第一流的 第一流的文学家评论家 所以他说 《死记》《寄言》这悬缘冷峻 用四个字 《悬言》 《悬缘冷峻》 《寄行》 《寄一个人的行动》 《在高检贵旗》 不容易 这个评价很高的 《死则信语》以及刘孝彪的注解里面 涉及到国内人物一共一千五百多个 魏晋两朝的主要的人物 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私 僧侣都包括在内 他对人物的描写 有的重在形貌 有的重在诚学 有的重在心理 但集中到一点呢 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 我们写史书 正规的史书 往往达不到这一点 正规的史书 它都有要求的 字数要求 比方写一个 最重要的人 能够写多少字 中等的人 能够写多少字 比方说 下等的人 能够写多少字 能够离近传里面去的人 他字数都有限制 因为字数的限制 只有把它主要的 类似四句写出来 不可能把它的心理方面写出来 而施作心语 恰恰可以在这一方面 对它进行补充 通过托特的言谈举止 写出了托特人物的托特的性格 此次气韵生动 活灵活泄 耀然至上 你想我刚才讲的曹操 是不是啊 他的心里写的 正是你无法体现的 这地方写出来 这里面讲到了桌林七弦 我们可以去桌林七弦当中 一个人的吝啬 来看他一个人 比方说简岭 这一门里面讲到 有一个人叫黄荣 黄荣就是我们坐林七弦当中的一个 黄荣有好礼 有很好的 很好吃的礼汁啊 但是黄荣又很小气啊 他要把它卖掉 卖成钱 全部自己吃掉 不可以 还把它卖掉 卖掉了以后呢 又怕人家得到这个礼汁的种子 你假如以后把这个礼汁种起来 都很好吃的礼汁 但是我这个礼汁不是 这个特别好吃的 这个特点不是就没了 你也有好礼 我也有好礼 你要抢我的 跟我平分秋色 那么他有个办法 卖礼汁的时候啊 他经常拿一把小钻子 把钻进去 钻进去 钻一个洞 把礼汁的盒把它钻掉 钻掉干什么 这个礼汁的盒就死掉了 你种不出来 这个谁想得出来啊 你们买一个苹果 苹果没有 这个盒里面没盒 桃子 礼汁 这个盒子比较大的 你们会不会拿个钻子 钻一个洞 把它盒钻掉 这谁都想不出来 黄荣这个人到底 不愧为卓琳去写 想出这个点子来 仅仅用了十六个字啊 就把黄荣的 坦烂 令色的本性写出来了 啊 这比方说雅亮 雅亮里面继续 一个人叫姑庸的 南方的四座 顾罗朱章四家 顾庸是顾家的一个 大族的一个人 他在群聊 围观下棋的时候呢 忽然接到了一个消息 接到了一封信 信里面写到 他的儿子死了 一般人 接到了桑子的恶号的时候啊 一般大家都会 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 但是 但是雇佣能够强雅悲痛 神气不变 而心了其固 以爪恰掌 血淋占肉 他继续的 继续的做自己的 下棋的事情 但是心里痛得不得了啊 用手 把自己的手掌掐住 这个指甲 我们的指甲都剪掉了 古人大概不剪指甲了 你们掐掐看 不剪指甲的女同学看一下 把自己的手掌掐进去 就血涂流出来 流到自己做的这个落子上 一个细节 就松动的表现出了雇佣的个性 林昌斯座心语的也写到谢安 谢安我们大家知道 肥水子战 我们中学里都多酷吧 肥水子战的时候 谢玄的前方指挥打仗 就是谢灵韵的祖父 他是前的总指挥 后面的总司令就是谢安 谢安 听到了前方已经破碟的消息以后 他能够压住 一点不表露 等客人门散掉了以后 他走路很高兴啊 一走把自己的鞋子都扑掉了 人家问他干什么 前方儿子已经破碟了 多大的高兴啊 就像我们打赢了淮海战略 平津战略 辽生战略一样的 一个大战略打败了 福建你说要打到南方的都难打 福建 甚至动过肥水的时候 想边上人吹牛皮 我就不要打了 我就把我们那么多人的马鞭 丢到肥水里面去 可以把肥水阻住不留 你想我们杭州前浪江 我渡前浪江的时候 我把马鞭丢下去 可以把前浪江填平 你想想看 他多少人啊 人家北方都是骑兵啊 打鼓勒 我们南方人也是很难抵挡的 谢璇 谢安 居然能够把这场仗打赢 了不起 了不起 你比方说 雅良当中还继续了 谢安和孙初等人 翻黑遇到风绕 谢安是冒贤一约 真定从容 孙初等人呢 色病聚 聚就是着急 很着急 宣动不作 这就显示说 谢安这个人有哑量 有哑量 这比方说 奋娟这一章里面 这一门里面 讲了一个人 王树这个人啊 吃鸡蛋的种种宠像 我们这个作品选里也选的 怎么选呢 王兰田信贱 丧尸鸡子 鸡子就是鸡蛋 我们南方人也叫鸡子吧 你们父母亲 有没有教你们吃个鸡子 有没有的 以柱刺子 拿筷子去夹鸡蛋 同学们回家去试试看 你筷子夹鸡蛋 夹到了夹不了 这个不得夹不到 便大怒居以折地 鸡子于地 远转为子 乃下地 以鸡子鸡子 把脚把它拆掉 这个鸡子 看你夹不住 我总有办法对付你 是不是 又不得 趁圣 佛于地 取那口中 赤铺这兔子 还拆不到 这个鸡蛋的钻 拿过来 就把你咬烂 我统统把你弄掉 大家看看 这个雅量 怎么样啊 所以呢 有些地方 让四座新语啊 还用赋予个性的可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 这个 四座新语这部书啊 我们说艺术价值啊 达到一定的高度 高度 高度 值得大家好好的一篇一篇慢慢欣赏 作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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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座新语是中国最早的小说 在四座新语之前啊 人们都以三教九流为代表 不把小说家历到其中啊 三教九流啊 三教九流 我们中国三教啊 哪三教会讲吗 柔 柔 师 道 中国有三教 柔道 就是孔夫子串列的那一套 每个人都要继续奋斗 我们同学们都是继续奋斗才能够考上大学的 不奋斗能考上大学吗 考不进 我们现在同学还要继续奋斗 是吧 考硕士 啊 我们你想今天我们一个叶瑟琳同学 考上博士 是不是啊 你你我们进了大学啊 最好我希望大家能够一步一步往上走 这个就是儒家的精神 道 道讲究顺应自然 我们碰到困难怎么样去处理 啊 做事情最高尚的警戒 道家认为就是我的道 啊 能够顺应自然事情做得非常好 道 佛 佛教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我这里不详细讲了啊 我们领饮寺啊 敬寺啊 包括我们 相机寺啊 都都是很相互很慎的 九流 九流也就是 儒 不包括是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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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后来传进来的 先秦的是这个九流 啊 阴阳家 啊 儒家 道家 法家 明家 母家 等等 九个家 那么后来我们说九流十家 这十家还有一家家上就是小说家 小说家 小说家 不叫流 叫家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际上最早的小说 我觉得 不是 我们浙江北部啊 以前有一个习惯的 以前有个老时候写过一部 写过一个决本叫茶馆 大家看过没有 茶馆看过没有 知道吧 茶馆 为什么 中国人有个习惯呢 尤其农村里面和小城镇里面 他早上有时候五点钟 天不亮 有时候人就起来了 到茶馆里去喝茶去 甚至茶馆不是单单喝茶的地方 它还是个交流新闻的地方 是不是啊 什么地方啊 什么地方怎么样 经济方面也好 封锁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大家都喜欢的茶馆的交流 天一亮 这样个人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有这样的习惯 晚上有时候也可以到茶馆里去啊 这种就叫小说 这小说 稍微聊聊 大家聊聊 这个叫小说 慢慢慢慢的 你说是不是啊 你今天我们听到什么事情 你听到什么事情 大家都愿意对茶馆里交流 这个不是小说吗 是不是啊 古人把三角九流看得很重 把小说家呢 看得比较轻一点 但是恰恰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小说后的发展啊 发展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中国今年又爆出了个新闻 去年爆出了吧 莫言拿到了诺贝尔奖 是不是啊 以他的小说拿到诺贝尔奖 莫言成为现在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个公众人物啊 公众人物 他为我们华人争了气啊 华人争了气啊 真正的中国籍的人 拿这个诺贝尔奖 莫言应该是 第一个 第一个 所以小说啊 现在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流派了 小说 但是古人不把小说家 立了其重 认为他是不正经的家派 可三角九流啊 全是说理的 于是有人被准备写一部小说 说理 说理的 中国人一向认为说理是很重要的 把道理讲清楚 理 论 所以我们每位同学大学毕业的时候 都要写一批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叫论文 论文就是要论的 一些人提出来 我小说能不能做论文 不行 我诗歌能不能做论文 不行 因为这个不是说理的 说理的 我们 要学会说理 说理 当然 你看我们文学系的同学也可以学会写小说 啊 写小说 你又要会论 又要会创作 写小说很重要 我们这里有个方向就是文学创作 我希望你们这位同学以后能够产生一个 文 创作的人 啊 创作的人 我这些自大导书的时候 我们同学当中 有一个人很会写小说 李航月 很会写小说 李航月 他有时候晚上 11点钟 人家开始睡觉的时候 他一根烟一杯茶 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本子 刀刀刀刀刀刀 教室里去了 那个时候没电脑 电脑还没产生了 全部手写的 后来居然成名成家了 成名成家了 也有私人 写诗歌的 写诗歌的 写得很好 所以大学里面 应该是大学大学 universe 这个我们大家应该 发挥自己的专场 这四年最好的时间 我们应该学会写小说 应该学会写诗歌 应该学会写诗歌 应该学会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 好 我们继续讲课 于是有人被准备写一部小说 这个人就是刘亦青 他开创了中国小世界的先河 为后人写小说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巨大的贡献 是很好的 但是你跟着了 你的贡献